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個Google新增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 有些人有注意到喔 我先問一下你有美感障礙嗎 很多人都說我不太會畫圖 怎麼辦 現在Google幫你厲害一點 你就到這個網址 進來之後呢 你在右手邊這個藍色的 是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基本說明 如果你已經都知道就直接畫下去就好了 一進來之後呢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它有好幾支工具 那首先最主要就是這一支 但是呢這個不要我畫 每次都我自己畫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同學願意 你願意的請來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做什麼事情 剛剛叫你 寫名字是有用的 因為要隨機抽一下 你看 你看這位同學 很討厭對不對 沒有 這麼巧都抽到訪客 俊偉來一下 俊偉在嗎 來來來來來 你看這樣都跑不掉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是 麻煩你獻出你的這個處女座 在螢幕上的處女座 你畫一下 讓同學猜一下你畫什麼可以嗎 滑鼠在這裡 請你隨便畫 是 你們平常會畫畫嗎 不會 不會嘛大家都知道嘛 好來 你隨便畫沒關係 你有壓下去嗎 對對壓下去喔 不一定要一筆畫完成喔 你可以分開喔 大家慢慢猜一下喔 這個 我有美感障礙我也猜得到 你覺得他畫的是什麼 可以 你呢 你覺得呢 那你畫這樣你敢拿出去嗎 還不錯 你看馬上就歸咎滑鼠 你不要跑那麼遠 因為攝影機在這裡 等一下你就看到你自己 有看到上面嗎 有 有沒有比較接近你畫的 這個吧 你就把它按下去 拿出去可以比較好一點嗎 這樣知道怎麼叫做這個的嗎 Auto Draw的嗎 好謝謝你 好謝謝 因為每次都是我畫這樣不好吧 同學直接親身體驗比較快 就是說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畫一下 那你要移動它 這個 是不是都可以 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畫直的嘛 你就說我的簡報要直的啊 你就自己轉過來啊 那這樣就好啦 那麼如果你有需要其他的 打字啦 或填顏色啦 這裡是不是都有 你就把它填進去啊 這樣了解 但是記得一件事 因為現在預設的畫比 紙張有沒有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很多空白的 所以如果你不要那麼大一張 請記得把它 縮小一點 待會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才怎麼樣 這裡是不是有個download 就會這麼小張 不然你連那個 空白地方也是進來啊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 讓各位體驗一下說 其實現在也是工具越來越方便 工具越來越方便 所以會比較不用擔心說 我真的不太會畫的 你就有些工具可以應用一下 主要是這一支筆啦 其他的就都還好 對各位來講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這樣OK 好的齁 好